这里就是玉园的这个城隍庙的中心 今天仔细一看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冒天岛 这个新版玉园的整个美玉地方 但是如果从这边看的话 可能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去对岸看一下 它里面是可以买一些人 几乎龙警察 这边下面是有金鱼 然后有荷花 荷花应该是有些是甲 然后也是喷泉 山洞 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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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如果我從這邊看反而更加 像原来的地图 这么长 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曲折的位置 但是在地图上面它是一个正视图 它只有一条线 所以你走也是一段平直的挑战插曲故事 它就这样子 然后你看上面这个 这座塔就是地图人的一个地方 这有 这里的鸭口 它外面这一些部分是免费限制 但是里面的地方是要画门票 大概30块钱 然后就是如果你在地图上面看的话 它是可以看到上海的夜景 包括这个东方明珠的那个塔的方向 它其实真正它那个方向其实在这一边 它在这一边才能看到东方明珠 还要上海的天 都没有在这地图上身 好了 这厨阶不在地图上 还要充责 商人摆 这顶尺子 都是山人比较 我觉得 这顶尺子 特别是你看到下面那个接铁 它不是有个牌子 它不是下面有个牌子 其实就是那里 就是这里 上海的御苑 它其实有几个 特别有代表性的 几个NPC 那应该是冯克案 然后就是里面有 有一个警察 然后如果你晚上八点到十点 大里面有两个NPC 是卖那个 卖一些金花套装的 大概在这个位置 然后 然后它这个 入场的一个剧情 就是寻找木托 我忘了 然后那个 那个位置就是次元之境 然后自由市场 前面可以 跟市场 有一天 在这儿 感谢观看